看看新闻网 今年的6月5号到6号 天空当中将出现大名鼎鼎的天文奇观 叫金星灵日 届时酷似黑质的金星将慢慢地略过太阳 演绎迷你的日时 如果说错过了这次观测的量级的话 那么下一次金星灵日就要等到105年以后的2117年了 金星灵日现象发生的原理和日时差不多 当金星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 三者排成一条直线时 人们可以看到太阳表面有一个小黑点在慢慢穿过 这种天象就是金星灵日 专家称 金星灵日是极为罕见的天象 它以两次为一组 两次之间间隔8年 而每组之间的间隔却可长达100多年 整个20世纪内都没有发生金星灵日 最近的一次是在2004年6月8号 而下回再发生这一天象 就要等到105年之后的2117年12月11号了 此次金星灵日的最佳观赏地点 位于亚洲和太平洋周边地区 这些地区的人们可以在当地时间6月6号 观看到金星灵日现象的全过程 这次金星灵日的最佳观赏地点